我们现在来试看看让老师自己做自己的 您看到上面这里 我们刚刚有跟您强调就是 您一进来之后其实是在哪里发现里面 这就是所谓公开的 那么左手边这两个 群组跟课程 就是您自己建立的 或者是您加入的 这样了解了 自己建立或加入 那我们现在要做自己的之前 您可以先怎么样 先订阅别人的也可以 订阅别人之后也可以变成自己的 也可以变成您的教材之一 所以您可以先到发现里面的课程 来看看有没有跟您的领域里面 或您有兴趣的主题 比较相关的 您可以找看看 也可以用搜寻的 假设您想看看 这个看看有什么呢 这边还没有 你可以查看全部 看看有没有哪一个 简直更多 好假设这个好了 这个是层次的 好点进来 您其实如果像它这个层次 它都是放影片对不对 您可以单独这样看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呢 您没有订阅的时候 看就是一般的 没有留任何记录 那么如果您有订阅的时候 您看可以做这些事情 第一个它会帮你 你有订阅过的 你可以自己分门别列整理起来 有点像书签 第二个 一边做 可不可以做一边做笔记 有没有 就笔记的功能 好 再来 你有看了多久时间 假设你今天看了一分钟 下次你继续看这个教材 它就从一分钟开始播 这样是比较贴心一点 不然有时候你也忘记说 我上次看到哪里 就是又重看一次 所以有订阅跟没订阅差在这边 事实上还差一个 就是如果你有订阅的 我可以直接引用 引用到我的教材里面 虽然不是我的 别人整理的 可是我可以变成我的教材 的上课教材之一 这样您了解的 所以 您可以先试看看 找看看有没有哪几个 课程是您有兴趣的 您可以先订阅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建立自己的 建立自己的课程 这样子两个都有的时候 我们来做班级经理 你会发现 这样子会更容易上手